字幕提供 哈囉各位GoPro的玩家大家好 那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果你的GoPro Hero 4忘記的WiFi密碼怎麼辦 沒關係 因為這次的GoPro Hero 4 它有內建這個重置的功能 所以呢這堂課呢 就是要教導大家 怎麼樣重置你的GoPro裡面的WiFi密碼 好 首先呢 我們把這個GoPro開機 開機完之後呢 我們按模式 我們按模式 我們把它進入到設置裡面 好按一下快門鍵 那這時候呢 我們進來裡面之後 我們按一下模式按鍵 把它尋找 重置 重置裡面按進來 我們選擇重置WiFi 按快門鍵 確定重置 按一下 這時候呢它就會顯示出 已經重置了無線音樂的設置 那這時候 GoPro Hero 4要重新排機 好 重新掃機之後呢 我們一樣按模式 進入到設置 按一下 進來WiFi裡面 無線WiFi裡面按一下 快門鍵 進來按配對 那我們選擇GoPro App 再按一下快門鍵 這時候它就進入配對模式 那進入配對模式之後 我們就把手機上的GoPro App開起來 按一下 連結你的相對的相對的機型 那這個是GoPro Hero 4 我們就按GoPro Hero 4 有音色有黑色 那再來是黑色 我們按黑色 好 那 進去下一步 再進去下一步 再進去下一步 這時候呢 跟我們的手機 這個GoPro App呢 它就會去找 這一台GoPro Hero 4 然後它就會進行 對 那現在就是 我們看到這個配對模式 稍微再來看一下 好 那在這個連結的時候呢 其實是需要一點點時間 好 那我們就輸入密碼 好 這邊有一個密碼 5033 我們就輸入5033 好 配對 配對 那配對完之後呢 它會要求你取一個 這台GoPro Hero 4的名字 我們把它取一下 這個名字你可以自己去取 沒關係 密碼 密碼當然我們自己設定 密碼就我們自己設定 你可以設定 你記得起來的一組密碼 好 按連結 那這時候呢 我們的手機上的GoPro App 就會跟我們 GoPro來做連結 好 那配對上了之後呢 在我們GoPro App裡面 它就會顯示說 這個東西 已經跟我們的GoPro來做連結 好 那我們再開一下 好 那這次有看到嗎 在手機上 我們出現了 GoPro Hero 4的一個 區間 畫面了 那到這個階段來呢 要整體來算 來講的話 它就已經連結了 所以如果你的GoPro Hero 4 Wi-Fi沒有忘記 或是你在網路上買二手 前一個機組有沒有記不一碼 那你就用這個方式 來重置你的GoPro 視乎你的無線連結 還有無線的密碼連結 那以上是我們的小小教學 希望可以幫助到你 謝謝大家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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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開心 will be 開… 有… 指數